大家好,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辨别生鸡蛋和熟鸡蛋 我这里有两个鸡蛋,把它们放在桌面上 这个呢,是熟的,这个是生的 那么,我们把它放在桌面上用力转动 我们先转动这个熟鸡蛋,看看它是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再按停 这个熟鸡蛋呢,转得很快 当我们把它停止的时候,它也就整个都停止转动了 那我们再看这个生鸡蛋,它的这个转动状况是怎么样的 这个是生鸡蛋,我们也用力转动它 转得很慢,停止,还会继续转动 那么,为什么熟鸡蛋会转得很快,生鸡蛋转得很慢 那么当我们停止的时候呢,熟鸡蛋呢,就停止转动了 但生鸡蛋停止以后,它还会再继续转动 原因是因为熟鸡蛋呢,它里边鸡蛋已经是成固体的 整个,整个鸡蛋的这个,呃,是一体的 所以在转动的时候,它是没有什么惯性是统一的 是一致的,所以它转得就比较快 当我们停止的时候呢,它也是整个是一体的 也就是同时停止了转动 生鸡蛋呢,因为它里边是液体的 所以它的惯性呢,就是在我们给它转动的时候 它里边的惯性呢,就阻止它和这个鸡蛋壳一起转动 当它转起来以后,我们把它用手停止它的时候 虽然鸡蛋壳停了,但里边的鸡蛋 里边液体的鸡蛋呢,还有惯性 所以当我们松手的时候呢,这个惯性就使这个鸡蛋壳又重新又转了起来 好,谢谢大家观看